我的朋友同樣是要買Air還是Pro 他問了一大堆意見後 最後決定買MacBook Air 我打算買它 究竟是最後甚麼原因令他決定要買MacBook Air 然後他跟我說 是因為MacBook Air有五東西 不懂 我真是 What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一個熱愛科技的MOS C-MAT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讓我很快跟你介紹 在這個頻道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使用的科技產品 科技知識 當然不少我的魔術片 甚至是魔術教學片 所以如果你不想錯誤的話 就記得現在立刻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我一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我給你3秒鐘 3 2 1 OK 相信按進來看這條影片的你們 都一定有看過Apple的WWDC發佈會 知道即將會有新的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開賣 但問題是在糾結 應該要買MacBook Air還是MacBook Pro 甚至可能是在想要不要買舊款 但已經降價的M1晶片系列 是不是呢 雖然MacBook的確是有很多不同的型號 不同的配置 好像很混亂一樣 但不用怕 我今天這條影片會和你簡單分析一下 究竟哪一部的MacBook是適合什麼類型的人運 看完之後 就一定會知道哪一部才是最適合你的 所以記得要看下去吧 Apple的MacBook 現在最重要分為兩個不同的產品線 一個就是MacBook Pro 另一個就是MacBook Air 這兩個產品線 以前就是很直接根據產品的名稱 作為一個分解線 Pro就是給專業的用家 而Air就是給一些普通日常使用 沒有什麼特殊需求的用家 但自從Apple將它所有的電腦 都改善它們自家的M1和M2晶片之後 這個分解線就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 我個人認為 現在Apple的MacBook定位 它的分解線是按照大小比例來區分 14和16吋E兩款MacBook Pro 就是給一些真正的專業用家 而13吋MacBook Pro和13吋MacBook Air 就是給其他業餘愛好者 或者只是基本正常日常使用的用家 相信如果你是打算買14或16吋的專業用家 應該都很清楚知道自己的需求 知道自己應該要買哪一部 而看得到我這條影片 對自己買哪一部MacBook 還有疑惑的你 應該都是屬於13吋MacBook Pro和13吋MacBook Air的對應客群 所以我今天會針對這兩個型號 去作出一個比較 讓你可以清楚知道 究竟自己是應該選擇哪一部的 首先我們就來講一下 究竟新一代的M2晶片 對比起上一代的M1晶片提升了多少 又或者去提升的功能 你到底會不會用得著 根據Apple的官方數據 由於M2晶片用了最新的第二代5納米製程技術 所以它的CPU效率比M1晶片提升了18% 而M2也擁有10核的GPU 對比起M1的8核GPU是多了兩個 所以M2的GPU圖像處理性能 亦都要比M1提升了35% 同時M2也搭載了Apple新一代的媒體處理引擎 Media Engine 對於處理一些特殊的片碼格式 例如ProRes、ProRes RAW、H.264、HEVZ 這些影片的時候就會更加流暢 剪接的時候就會更加有效率 雖然聽到這張M2晶片好像很厲害 但如果要用它來對比M1 Pro或M1 Max 這兩張專業級別的晶片的時候 其實都還有很大的差距 因為Apple對於M2這張晶片的定位 始終都是介乎M1和M1 Pro之間 所以如果你要很明顯地 體驗不到M2晶片的升級 除非你經常會用它來做剪片、執照 如果你只是用它來做普通的日常使用 上網、文書處理的話 基本上很難會體會到M2晶片的升級 其實M1晶片的升級 都是完全可以滿足到你的需要 所以如果你是完全沒有剪片、執照的需要的話 其實選擇M1和M2在效能上來說 對你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要剪片、執照的話 那就不用想了 直接選擇M2就可以了 在我們搞清楚M1和M2兩樣晶片的區別 選好了之後 接著就來到第二個人生交叉點 究竟是選MacBook Air還是MacBook Pro 其實很簡單而已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一定會選M2的MacBook Air 不過也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它們究竟是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自從Apple轉用了它們自己的M系列晶片之後 13吋的Pro和Air的差距其實就拉近了很多很多了 在中用M1晶片的時候 Air有的Pro全部都有了 而Pro對於Air最明顯的優勢 或者應該說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多了一條Touch bar 多了兩個散熱風扇 以及它的螢幕最高亮度是會高100L的 但是來到今年M2晶片的時候 這個情況就開始變得有少少少少少複雜了 因為今年的Air在某些部分 某些功能的硬件上 反而是會比Pro做得更加之好 那你在Apple的官網上面 看到高倍打印的Air 竟然會第一次買得更貴過高倍打印的Pro 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首先讓我講一講MacBook Pro 今年還有什麼優勢呢 首先在硬件上 它仍然有Air沒有的煞熱風扇 Touch bar和宣稱是錄音室級別的3米陣列 而且它的續航力要比Air的18小時多了2小時 來到20小時 而且它還標配了一個低配版MacBook Air沒有的67W充電器 但是如果你是選高配版MacBook Air的話 就一樣是標配給你的 這幾樣東西是我個人覺得 就不算特別有大的優勢或者有些分別在這裡 因為本身M2晶片都很少會出現過熱 需要這個風扇來散熱的情況 然後錄音室的3米陣列 你可以想想你會用到MacBook的麥克風扇線 而那條Touch bar就因人而異了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所以可能最有用的 其實就是多出來那兩個小時的續航時間 而相反 今年MacBook Air的優勝地方 我自己是覺得更加吸引的 首先就是它的螢幕進一步增大 來到13.6吋的Liquid Retina螢幕 雖然都配合了這個所謂的流海瓶行列 但是根據我用了14吋MacBook Pro的流海瓶 大半年的時間就真的覺得沒什麼影響 反正螢幕一定是越大越好的 而第二樣就是它的鏡頭 對比13吋MacBook Pro的720P 終於升級到1080P 雖然大家用的頻率都不會是很高 不過就good to be low 另外一樣我認為是很有用的優勢 就是它竟然會有 連13吋MacBook Pro都沒有的MacSafe充電接口 你不要以為它只是多了一個磁力充電 好像沒什麼用 但你要想像一下 當你的MacBook只有兩個Type-C接口 當你用了一個來充電 另一個用來插USB的時候 你就已經沒有其他接口可以再用了 但如果你多了一個專門充電的MacSafe接口 變相你是多了一個Type-C接口 出來給你用 有時差一個接口就差很遠了 你試過就會知道了 還有另外一樣 MacBook Air這次的喇叭 在官網上特別寫明是四揚聲器系統 對比起以前的Air 或者M2的MacBook Pro的立體揚聲器 是有分別的 所以理論上今年MacBook Air的喇叭應該是有升級到的 不過這個就真的要等實物出來才知道 今年M2的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的分別 主要就是這麼多了 好 最後就來個總結 幫大家理清一下選購的思路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相片或影片編輯的需要的話 只要用來上網做文書處理 而且想以性價比為最主要的考慮因素的話 舊款M1的MacBook Air就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畢竟價錢都比新款的話 便宜了大約一千多兩千元左右 如果你是這類的試用人群 但你對今次不是很大的鼓勵的話 我就會建議可以直接給多一點錢 選擇M2的低配備MacBook Air就足夠了 而如果你平時是有少量的影音製作需要 但又未去到工作商業那麼重度使用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選擇M2的高配備MacBook Air 或者MacBook Pro 至於要選擇Air還是Pro 就很取決於你究竟想不想要TouchBar 畢竟這個TouchBar都是絕大部份 最後會選擇買Pro的人的唯一原因 如果不是特別喜歡TouchBar的話 我就建議你不用想 直接買MacBook Air就可以了 好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看這條影片 覺得可以幫你解決不知買哪一部的難題 又或者覺得說得不錯的話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的頻道支持一下 當然也可以分享給你身邊有同樣煩惱的朋友看 最後如果你決定買哪部的話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讓我看看今年大家會喜歡Air還是Pro 好 我就是一個熱愛科技的魔術師Mac 我們下條片再見 Peace 夷子 collaborated 像我贏的 Nathan 哎呀 來吧 卡 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